这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狂妄地加以垄断和支配 这种垄断和支配体现在从教育到科研的一个全方位的体制中 它严重地禁锢了中国人创造性的独立思考 向未知领域探索的精神和对许多传统理论反思的勇气 而宗教信仰这种绵延数千年对人类与宇宙关系的体验和实践 更加不是一个政党应该管理的范畴 共产主义的所信奉的唯物论和无神论 和人类的传统宗教在意识形态上是根本对立的 人们对神的信仰使共产主义理论难以推行 所以共产党从它产生之初就对人类的各种正信非常恐慌 因此反咬一口称宗教是麻痹人民的哑片 共产党强迫人们相信 人不过就是一个会说话 能使用工具的高级动物 鼓吹无神佛 无前生后世 无因果报应 而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 其党魁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又无一例外地把他们自己神化 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然而真正信神的人是不会把政治的魁首当成神的 从这一点上讲 传统的正信又形成了对共产党愚民手段的严重挑战 中共建政以来 毁寺庙 烧经典 迫害神职人员和出家人 派共产党员打入宗教内部 占据领袖地位 甚至用暴力和牢狱来逼迫人们 首先要尊奉共产党 然后才是神佛 几十年的大规模政治运动 在共产党的魁首被一步步地竖成神的同时 中国人心中承传数千年的正信被泯灭了 当人造的神随着时间的流逝 暴露出他们的真实面目 而在中国人心中失去了神的光运时 中国人留下的是一个信仰的真空 而被愚弄后 理想幻灭的失落和痛苦 使老一代中国人怀疑一切 使年轻一代拒绝信仰 对物质享受无度的追求和玩世不公的心态 使整个民族的道德底线 被冲击到崩溃的边缘 共产党不但是中华大地生灵涂炭 还挖走了中华民族承传数千年的道德灵魂 共产党作为一种反自然 反天 反地 反人类的邪恶生灵 没有宇宙中任何正的因素可言 其一脉相承的暴力和谎言 永远变化的立场和说辞 附着于一切之上 敲骨吸髓的附体恶行 以及妄想颠覆天地和人间正理的企图 无不是为了维持他这个邪灵的生死 然而 与宇宙中一切为敌 也就注定了 他从一开始就陷入重重危机 并逃脱不了最终被宇宙淘汰的宿命 正如共产党宣言第一段所言 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 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在中国同样如此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中共的产生开始 从马日事变 四一二清党 到中共苏区五次被围剿 到名为长征 实为两万五千里的大溃淘 中国共产党长期面临着被消灭的危机 中共执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 和如今完全放弃社会主义理论的 所谓经济体制改革 都是共产党面临一次次生存危机时的挣扎而已 到如今共产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 已经彻底失败了 世界最后一个共产大国的魁首江泽民 在2002年3月对华盛顿邮报记者曾这样宣称 我年轻的时候曾相信共产主义会很快来临 但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 现在仍然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已经寥寥无几 目前中共仍然死死地抓着 所谓的共产主义理论 骗人骗己 也不过是为了维护其执政的合法性而已 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 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次次变换腿脸 一次次抓住救命稻草度过危机 但其最后的失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 茫茫宇宙携带着无法抗拒的天意 或称之为神的意志 或称之为自然规律 或称之为大自然的力量 人类唯有敬天意 顺自然 尊重宇宙规律 关爱天下生灵 才有可能有自己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衰融入 皆有意 请问句众人 谁在痴迷中 词曲 李宗盛 一脉彷徨 是龙无理解 一残缘终缓 酒瓶回首 今梦行 苍生归正道 江山负清明 苍生归正道 江山负清明